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前往汉中投奔刘邦 韩信想我一个人走不了 一路之上重重关爱 我就算勉强侥幸混过第一道关 到第二道关也得把我拦下来 只要拦下来给我借送回来 我就是砍头杀罪 所以说韩信想来想去想去想来 这件事只有都尉陈平能帮我 而且我们两个人关系也好 我对他有救命之恩 当初鸿门宴上他的所作所为 也尽被我看在眼中 韩信心里有底 这才来找陈平 陈平不负韩信所望 这主意还真就想出来了 给韩信做了一份过关的公示 真公示 上写派韩信前往孤云山检查 战道烧损情况 名正言顺 这理由想的也好 韩信败谢陈平回到自己家中 有了这份过关的公示 韩信心里可就有底了 又做了三天的准备 到了第三天散朝以后 韩信准备要走了 但走之前 要把话留给房东谢公主 韩信想得很周到 说话之前 先给房钱 这是韩信聪明的地方 我给你钱 你能不要吗 你只要接了我的钱 你就得替我办事 所以说 把这房钱一交 韩信跟老谢可就说了 趁着陛下还没迁都 我趁这几天 出去访访朋友 我这朋友又多 城东 城西 城南 城北 各处都得到一到 老谢这一听 您要访友 那您大概得去多长时间 这个不好说 朋友也多 大伙这盛情 这一南雀呢 三天五天呢 也不一定 是十天八天呢 也没准 反正误不了千多 我准着回来 好吧 那韩先生 你走你的吧 你放心 这房 我还给你留着 房钱你都给了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好 既然如此 可就多谢谢先生 咱们呢 后会有期 好 韩先生 后会有期 韩信嘴里说着 后会有期 心里说四个字 再也不见 这地儿 我绝不回来了 这一走 好 那我就 笨男政了 所以呢 韩信呢 牵着自己的马 带好自己应用之物 所有东西带好了 这里边包括宝剑 包括地图 包括绝书 包括换洗的衣服 各种应用之物 韩信牵着马 出离了 咸阳的西门 来到城外了 韩信 翻身上马 马上加鞭 这匹马 咔 可就跑下去了 这一跑 头一天 六十里 先到安平关 这一天就到安平关了 在安平关 到这儿 有军事检查 说你干嘛的 出关干嘛去 韩信有恃无恐 我这儿有攻势 把过关攻势 望上一城 人一瞧 和军师府的攻势 好 放韩信进关 头一天到安平关 第二天 到福丰县凤祥郡 第三天 来到宝基县 各位 在第三天的时候 韩信 犯案了 那位说 这是怎么回事 暂且按下韩信 把韩信 搁得宝基 暂且不表 单说 朝中 咸阳城内 韩信 韩信是 头一天散朝以后 这儿 给完房钱 交代完老谢 韩信 走的 所以头一天 没事 第二天呢 得上朝啊 韩信 每天都得上朝 您别忘了 他是直挤了啊 那 在朝堂以下 一主话敢 方天己 在这儿一站 他得起到保安的责任呢 前文书咱也说了 老雅父 范增 一上朝 头一件事 先找韩信 看韩信 来没来 所以这第二天呢 韩信 自然 就没来 韩信 没来呢 殿下这儿 可就空着一个位置 他平时 站这地儿 没人 老范增 一上朝 一回头 一看 嗯 韩信呢 韩信 怎么没在啊 老范增 心里就有点琢磨 把郎中令 叫过来了 那位说 郎中令 是什么官衔 就负责 整个宫殿安全的 这么一个官 哥现在话说 保安队长 韩信 整归他管 老范增 把他叫过来了 我来问你 韩信 今天 怎么没来啊 他没听 哎 雅父 还真没注意 韩信 还真没到 韩信 今天没来 请假了吗 没有啊 昨天还好好的呢 没跟我说 请假的事啊 韩信 是经常不到啊 还是 偶尔不到啊 在我印象里 韩信 还没缺席过 那今天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 去问一问 哎 您放心吧 老雅父 就这么着 煮完之后呢 范增上朝 而以后呢 范增把这件事啊 就放在一旁了 朝堂之上 事多了 尤其现在 又马上该迁都了 哎 范增呀 也没往心里去 他没往心里去 这郎中令呢 也没往心里去 为什么呀 迁都的事太多 太杂 他表面上 这答应的 好好的 一掉脸 忘了 忙别的事情了 就没去检查呀 这韩信 为什么没来 哎 他把这件事 忘了 这就是第二天 到了第三天 又上朝啊 老范增 一回头 哎 怎么这还空着呀 韩信又没来 怎么回事啊 把郎中令又叫过来了 一问 我昨天让你去问 这韩信为什么没来 你去没去呀 这韩信 是请病假呀 是请试驾呀 郎中令一听 哟 坏了 昨天老雅富布置我了 我忘了 哎呦 哎呦 老雅富 小的我 这这这 一时忙乱呢 把这件事给忘了 我我我我 我昨天就 没去 不知道 嘿 范增用手一指 好大胆呐 你耽误事啊 赶紧 现在就去 什么事都不办了 马上去问 韩信为什么没来 哎 这回郎中令不敢怠慢了 好 手头的事全放下 三步并坐 两步走 两步并坐 一步行 干嘛呀 出离了朝堂 直接 奔韩信家 韩信住哪呢 这保安队长 他得知道 哎 所以直接 就奔老谢这来了 到这一看 院门紧锁 啊 这哪成啊 我 得问问韩信 在不在啊 想到此处 上台阶 光光光砸门 啪啪啪 老谢呢 还真在家 哎 韩信这一走啊 一人更清静了 平日里呢 把这门一关 他自己在屋里 哎 躺着歇着 今天这一听外边 怎么了这是 光光光砸门 也不知道是谁啊 他这些 有打雾里出来 到这儿 哗啷直妞 把这门一开 一瞅 呦 外边这位 官人啊 看得出来 哦 这位老爷 您 什么事啊 怎么这么磨蹭啊 啊 我问你 韩信 住这儿吗 啊 住这儿啊 他租我的房 我是房东啊 哦 韩信 在家呢吗 没在家呀 没在家 韩信不是 住你的房吗 他怎么没在家呀 啊 他跟我说了 说这一天 出城 房友去了 啊 这没在家 出城房友去了 上哪儿房友去了 嗯 他朋友多呀 城东啊 城西啊 城南啊 城北啊 处处都得到一到 嗯 不一定 不一定 他说没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三天五天不一定 十天八天没准 没准 嘿 我说老小子 你这话 跟谁说呢 啊 这不跟您说的吗 那 韩信走的时候 就这么跟我说的 韩信怎么说的 我怎么跟您回的 嘿 你真有两下子 韩信 走了几天了 第三天了吧 他 前天走的应该是 好 我去回禀老雅富 你别出去啊 就在家待着 哎 老谢也不明白 怎么回事啊 这郎中令走了 他把门关上 又回屋歇着去了 郎中令回来 好 什么事也不办 头一件事 先找范增 范增呢 还上着潮呢 你上着潮 他不能好 登登登往金鑾殿上跑 老雅富 我告诉您 我查着了 那就扰乱朝堂 只能等啊 散潮 散潮以后 范增 往金殿下走 一看 这郎中令 在这儿等着呢 范增也瞧见他了 哎 我让你办的事 怎么样了 老雅富 问明白了 韩信呢 没在家 啊 范增这一听 韩信没在家 心里咯噔一下子 他 去哪了 据他房东说 出城 房友去了 房友去了 上哪儿 房友去了 城东 城西 城南 城北 不一定 说朋友多 没准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三天五天不一定 十天八天没准 啊 好大胆 这分明是韩信教导之言 快去 把那房东 抓来见我 哎 郎中令这一听啊 心里边骂这老谢 好老小子 啊 你跟我说这个 好 我跟老雅富这一回 你丑把老雅富气的 啊 倘若因为这个 打我一顿板子 你说我冤不冤 这郎中令带着气 就来了 这回 不拿手拍门了 直接上脚 咚咚咚 改踹门了 谢公主在里边 床上躺着呢 好 听这三声踹门呢 好学没打床上 掉下来 心说这谁呀 今天怎么了这是 啊 又砸门又踹门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踏着鞋 往外来 到这儿 把门这一开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张 怒气不休的面孔 就是这郎中令 这郎中令 一看这老谢 嘿 老小子 你的好事来了 心中一听 呦 官爷 我有什么好事啊 有什么好事啊 老雅富要见见你 跟我走 啊 这好赖话 谢公主听得出来啊 老雅富要见见我 他见我干嘛呀 哎 这位官爷 嗯 草民我 一没犯法 二没犯罪 老雅富见我干什么呀 还没犯法 没犯罪呢 啊 告诉你说 你这事大了 赶紧 跟我走 哎 把老谢吓的 跟着 这郎中令 往下走 哎 你先等会儿 我 我得把门关上 关什么门呢 你跟我走 还惦记着关门 你们家有什么呀 好 谢公主 房门也没关 跟着 这郎中令 直接 就奔老雅富 范增的府 范增 已然退朝 回归自己的 府地了 到这儿 郎中令这一禀报说 韩信的房东 谢公主 已然带来了 范增气不打 一处来啊 一听说好啊 带来了 压上了 驾到老雅富跟前 往这儿这一扔 谢公主啊 好多贪的地上 您琢磨 一介草民 什么时候 见过这么大的官啊 老雅富 项羽都得管人家 叫爸爸 这太厉害了 好 往这儿一跪 磕头如鸡千岁米相放 老雅富饶命 老雅富饶命 范增低头瞧了瞧他 你是什么人呢 小的姓谢 我叫谢公主 韩信住在你那儿吗 对 韩信是我的房客 我是他的房东 好啊 我来问你 韩信上哪儿去了 韩信在出城房友去了 上哪儿房友去了 城东啊 城南啊 城西啊 城北啊 朋友太多 他哪儿都得去 哪儿都得到一到 什么时候回来啊 三天五天不一定 十天八天没准 把范增气的 还是这老词 谢公主 这分明是韩信教导之词 你呀 敢不说实话 来呀 给我把他拉下去 打 不打他不能说实话 就这一句话 把老谢吓了 老雅富 我说的句句事实啊 韩信走的时候 就这么说的 韩信走 韩信走 你为什么不报告啊 啊 报告 老雅富 您也没叫我看着他呀 啊 还降嘴 打 把范增气的 把这谢公主 拉下去 真不客气 中阴这一吞 打二十板子 哎呦 谢公主 鬼哭狼嚎的一般 从来没受过这罪啊 哎呦 老雅富 喂 留腿啊 您再打我腿就折了 我说的句句事实话 范增这一听 哎呀 把他推回 手下人 把谢公主又推回来了 范增用手一指 我来问你 谢公主 这韩信究竟上哪儿去了 哎呦 老雅富 您把我打死 我也不知道啊 那韩信走的时候 就这么跟我说的 他出城防友去了 那城东啊 城南 别说了 贫不贫呢 翻来覆去 就这一套话呀 范增再一琢磨 我呀 不能这么说他 再这么吓我他呀 他更说不出什么来了 还得威逼利诱 哎 光威逼不行 我呀 还得许他点力 想到此处 范增说 谢公主 告诉你说 你好好回忆回忆 哎 好好回忆回忆 这韩信呢 上哪儿去了 再好好回忆回忆 这些天 韩信有没有反常的举动 啊 只要想出来 哎 说出来 你放心 不但不打你 老父我 还有赏 有赏 这俩字一说出来 再看谢公主 哎呦 当时这两眼发亮啊 就觉得 屁股也不疼了 就方才这二十板子 跟没挨过一样 哎 老雅父 你别着急啊 哎 我这岁数啊 也大了点 您容我慢慢想啊 我得想 这韩信呢 他到底干嘛去了 这两天到底有什么 异常的举动 哎 他跟我说那话呀 是说出城访友去了 哎 老雅父 那个 我冒昧地问您一句啊 这个 韩信 他接待客人 有人来访 这算吗 嗯 范增这一听 哦 韩信 平日里都交些什么朋友啊 他没交过什么朋友 您看 他在我这住这么长时间 从来啊 就没朋友看过他 哎 要说有人来呢 就前几天 前几天呢 这人还夜里来的 白天不来 夜里来 我还纳闷 您说什么朋友 啊 白天不来看来 晚上瞧来 人都睡觉了 他来了 您说我这叫什么事 啊 我合着 算传达史 谢是别拼 我就问您 来的是什么人 哦 来的是什么人 来了个年轻人 是个年轻人啊 呃 来拜访韩信 又说 是韩信的同乡啊 还说 还说他是卖宝剑的 哦 韩信的同乡 还是卖宝剑的 年轻人 这会是谁呢 范增想半天 没想明白 谢公路 老夫问你 这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有名字没有 哦 姓什么叫什么 哎呀 这您容我想想啊 呃 好像我听着个这么一句半句的 叫什么来着 叫 叫叫 叫什么房 什么房 还是什么梁 叫叫叫 哦 叫房梁 房梁 还门框呢 有人叫这名吗 给我仔细想 不说实话 我还打你 哎 别别别别别别打 别打别打 让我想想 我想想 房 梁 谢公主这想着 范增也没闲着 范增一听 叫什么房 什么梁 房 梁 梁 哎呀 范增猛然间双眼一亮 莫不是张良张子房吗 哎 对对对 老雅夫 就是他 张良张子房 哎 您这可不对 合着您认识 您认识 您还打我 这叫怎么回事 好大胆 张良来 为何不报 老雅夫 您没叫我看着韩信呢 您也没跟我说 韩信这来什么人 我都得向您禀报 范增吓的 当时这脸上啊 脑门上 可就全溅了汗 范增一想 来的是谁呀 张良张子房 这还了得 啊 张良是刘邦手下的人呢 张良要这一来 哎 甭说呀 面见韩信 一定是劝韩信归汉 韩信要是去投刘邦 日后可是我的心腹大患 想到此处啊 范增可淡定不了了 一想 既然已经问明了 我呀 得赶紧去禀报陛下 想到此处 范增 一点手 来呀 赏这谢公主 十两银子 谢公主这一听 喝 本来还哭怂着脸 还觉着疼 一听说有十两银子 把老谢乐的 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 您看 您是不是再给十两抚恤金呢 啊 您看我这打的 啊 黄赶多药 再药药 我打你 别别别别别别打了 十两够了 十两够了 谢谢您 谢谢您 谢公主本来还想多药点 拿哪成 给你十两还少啊 好 拿着十两银子 一瘸一拐 回家了 找大夫 看伤 上药 咱就不表了 谢公主这个人 到这儿 算告一段落 单说范增 范增啊 心急如焚啊 好家伙 韩信要是归汉 那对项羽来说 是心腹大患 甚至说危及整个江山设计 所以老亚富不敢态漫 直接进贡 面见项羽 陛下 大事 不好 啊 项羽一看 老亚富 您弱大年纪 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 啊 千都在即 有什么事不好啊 哎哟 陛下 您可有所不知 直几郎 韩信他 他跑了 项羽一听一撇嘴 老亚富 您有点事 没点事 啊 跑了一个小小的直几郎 这算什么大事不好 哎 陛下 老臣可跟您说过 这韩信 胸藏锦绣 富隐朱继 实有元帅之才 用 则重用 不用 当杀之 现如今 有张良张子房 前来访韩信 这韩信 一定是西往汉中 去投奔刘邦 日后 陛下 这可是心腹大患 老范增这一说 项羽威一沉人 那依雅富之见 又当如何派人追赶 好 大将钟离莫何在 莫将在 命你带三百青旗 前去追赶韩信 不得有误 莫将 遵命 钟离莫追赶韩信 究竟韩信能否归汉 谢谢各位 咱们是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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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